可林P 搞亂的你知道嗎 可林P 現在是 Steve 下去 欸 對耶 對耶 今天換了一個人 怎麼覺得怪怪的 你知道就是你知道 我都習慣在左邊嘛 我們要講左邊右邊 我想說為什麼是主播 為什麼在右邊有一個 左邊又有一個 啊 Steve 出哪了 可是今天有像兩個主播的感覺 千吉 千吉 太累了 好的 那在開始前 我們先來抽獎 愛我吃了我吃了 記得抽獎 抽獎 馬上抽獎 好的馬上抽獎 the winner is herbert 1102 恭喜herbert 然後你在嗎在嗎 在嗎在嗎在嗎 一個赤螺絲 但是其實我覺得 其實英文主播賽平 這兩個人長得蠻像的 有嗎 我覺得 不像喔一張 Hello Herbert 因為我有一個嚴重的人臉辨識困難 會不會要在聊天室裡面 如果不在我們就要重抽囉 回答說你在然後呢 會有那個私訊 前面兩個私訊的都已經把序號給他了 是的 好 我們下一場即將要進行的是 來自台灣的Horseman 對上來自日本的 Karen Tiger 是的 應該也是大家蠻期待的一場比賽喔 每天轉播都會有來問今天有台灣對嗎 嗯 對 好的 好的 Harbert沒有出現 J老師 你覺得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兩分鐘吧 還有一分鐘 好的 那不然就等到等一下 等一下會介紹選手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人要上廁所嗎 之類的 對啊 公圍啊 再等待一下吧 有人在問公圍啊是什麼 這個人是 看起來是台灣人啊 跟我一樣不會講台語 我也不會講台語 沒有可能 對 那待會即將要進行的是對 CT喔 Horseman對CT 是的 其實目前來說 Horseman的戰績算不錯 然後對上CT 第一場也是拿下 5比2吧 如果沒記錯的話 是的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Karen Tiger的選手 Aki Hewami Maru Odame Poly 辛龍 Yuppa HellKurai Nadeko HellKurai Nadeko 在攻擊方的勝率有50% 防守方有63% 開季第一場 Horseman對上CT 這是總共會打三輪 這是Horseman對CT的第二輪 第一場是5比3 Horseman贏下3分的積分 對於CT來說 當然 每一隊會對上三次啦 所以總是會分出得高下來的 那來看一下Horseman的選手名單 隊長 Ano 紅茶Archer Gurilla 大猩猩 Hawks NiceBester OB OB 是我們常說的肉包 Spencer 是小萌 Dudu 還有弗魯索 弗魯索現在在為國暴效中 再來就是 Sphinx 之聲 之聲 之聲也是這一季加入的新的指揮官 那在攻擊方的勝率 跟防守方的勝率一樣都是67% 看一下兩邊的重要選手 Horseman這次介紹的是Hawks Karantai這邊介紹的是Aki Hawks 其實我到現在也不知道Hawks長什麼樣子 很厲害嗎 所以你也是黑衣人的角色 Hawks是完全黑衣人 因為他從上去就 等一下 等一下怎麼CT有技嘉贊助啊 欸 應該好像是他的照片有 其他人不太確定 等一下 也可能是他提供的照片是 剛好穿CT嗎 對對對 因為CT的那個官網選手介紹中 都是大家提供自己的照片 自拍照什麼的 所以應該可能不是正式的 欸不過OPOLYS可以是穿自己家衣服 還有Poly也是耶 你看官網上的介紹 嗯 同一件衣服 有機會喔 有機會喔 不知道啦 等一下進場看有沒有贊助商就知道 對 恭喜他們有得到贊助的話 然後我們就去找技嘉 不過 剛剛那一位 Herber 他還是沒出現 所以我們要不要再抽一次呢 嗯 他沒出現嗎 是的 一次 兩次 二次 三次 再抽一次 好 一件衣服很多人穿 好 嗯 Go a game Yes Go a game The winner is Merly 是梅莉爾 梅莉爾 是我們戰車世界的實況主喔 我真的喔 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是我的錯 對沒關係 因為大家開台前都沒有很固定 不過 他也是女生喔 所以大家可以追隨一下 他的實況台 有這種事 直接把序號給他 好的 哈哈哈哈 那 請那個 梅莉爾再講話 或是有認識他的人 可以跟他說一聲 對 那現在來看一下 那個 Band Peak 的選圖 主播台這邊 Horseman先把克雷弗給 給 給Band掉 然後 Karen Taggart 是Band了Hermostov Horseman選了Ruinberg Karen Taggart選了Ghost tone 嗯 前面是把 按掉的是Krave跟Hermostov 是的 那 Hello 梅莉爾 就是 你把你的 WGAME.NET的帳號 傳到那個WGL的底線 這個頻道 那我們會給你今天的獎勵 對 剛剛可以看到 CT是不跟Horseman打Hermostov 第一章就按Hermostov 還蠻有趣的 嗯 接下來 兩邊選完圖之後 是Pocopar跟Steps被Band掉 剩下來就是Mais跟Muravenka 這兩天的隊伍都蠻常打到Muravenka 嗯 可能大家 這跟Band的圖有關 有一點類似是 被Band掉之後所剩下來的圖 是的 還可以接受 不會被Band掉也不會被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選圖 第一章是Ruinberg 第二章是Ghost tone 第三章是Mais 第四章是Brovenka 今天的Typebreaker Steps 好的 那剛剛也提到說 請中獎的Media 就是 把你的WGAMING打電的帳號 寄到現在WGL底線Teach的頻道 那一樣是 比賽結束後 我們還會再抽 所以Horseman Karantai的結束 我們還會抽一組 然後最後是BGAMING對上 沒有檔結束 我們也會再抽一組 嗯 拿到的是 三組的100%經驗價值 對 相當有用的一個獎勵 有啥不給我 貼上 好 那BP的順序出來了 就是在 Horseman第一章要打的是 Ghost tone Ruinberg是他們自己選的 那CT選擇跟他打Ghost tone 我覺得 應該 看了昨天EUGAMING的比賽之後 有一點想法 就至少知道你要怎麼打 是 那我覺得把Himmelstorff BAN掉是蠻特殊的 因為 之前我一直覺得CT的Himmelstorff 打得不錯 嗯 但Horseman也是算蠻擅長的 這樣地步 尤其是013的這個用法 也算是Horseman 給開發出來的 特別是昨天的Himmelstorff 其實Horseman打得相當好 所以有可能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先把它BAN掉 對 但我覺得這蠻 蠻有趣的 因為它本身 就是你如果BAN掉是你自己不太會打 或是別人特別擅長的話 但你自己也會打 你應該有意思的可以把這張圖放出來 跟對面比較高下 因為反正你很強嘛 我也很強嘛 對 有點類似這種感覺 但他們也沒有這樣去做 我覺得一部分的原因是想要去選其他圖 嗯 看起來是Morevenka想要拿出來打打看 是的 但Pokrova是被BAN掉了嘛 Pokrova一開始 KleifuBAN完之後 後面Pokrova就一樣是被BAN掉的 Pokrova這張地圖是之前我覺得 Horseman沒有打很好的地圖 但後來都有做一些改正 所以我覺得這一季的Horseman好像比較看不出來 真的打得比較不好的地圖 到底在哪邊啊 對啊 這也算是新隊員跟新的指揮系統加入之後 算是各方面都會滿有成長的 今天這四張地圖 以我們對Horseman了解 應該都是打得還不錯 那Karen Tiger的話 Karen Tiger也打得不錯啊 就是要看當下的表現 那補回上一句 上一句我覺得 不見得是乘處語言加入 我覺得 就我們自己對他的了解 當然新隊員加入有關係 另外一方面是我覺得 在整個的訓練程度上有明顯的提升 是 我們來看一下開場的 Bruinberg的配車 Horseman先擔任防術方 出了兩台的E3 兩台F215B 一台50B 一台靶架25T 和一台溫舟132 兩邊都出了溫舟132 那Karen Tiger出了 在Ringberg最近比較常見的Mouse 出兩台E515B我覺得有點針對Mouse 在打 消耗戰他E515B也可以跟他做一波的消耗 剛好對到 非常滿期待的 這邊 CT已經用很多次了 讓你這邊 推完樹之後 在這邊開光 大部隊在清查北面 而且是放在家裡面 Mouse沒有往南走 這還滿值得注意的 跟之前打的方式不太一樣 那這個打法跟昨天 用兩台 應該是E有更名吧 用兩台5051 去清北面的這個位置 有一點相像 這邊還要嘗試做一些盲射 好,我們終於消光了 剛剛在南邊這邊應該是有 做了很多的偵查 這莫達妹忙的這個位置也太奇怪了吧 嗯 他怎麼打圈內啊 兩邊都在做盲射 紅茶駕駛的E3是 推到砲坑後面 然後盲射角落的位置 就是B1 南面還沒看到琴枝喔 巴恰爾的位置 因為都躲在草後跟房子後面 文座1-3-2沒有增長到太多東西 嗯 這邊K-0目前是Horseman給控制住 城鎮裡面 Mouse在做調動 就是從城鎮一直到 南邊 這花的時間是蠻久的 大概花了1分鐘來走路吧 也是Mouse Deko跟Ceno 進來 第一時間沒有被亮 槍線拉的比較後面一個 對,這邊14CNFV已經準備好了 等於進來被亮的瞬間 等待 看到瞬間先 穩穩的打底盤 可以想Horseman的Team Radio 這樣不然他進來之後看我怕你已經 我還要亮 我還要亮 我還沒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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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掉先了 是啥 對 我還沒亮 我還沒亮 真的掉線了 真的假的 現在已經亮了 不能衝來 你們先卡好 我還沒死吧 你還沒死 下半區還有 還有差別人 中正點 你們能亮一下正領圈嗎 沒有 他如果在打二號 其實你們自己往這邊靠 去中道 先把1,2,3,1,3清掉 我要往前囉 他們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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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動 老鼠在上點 這你回來了嗎 他已經貼了 軟軟軟軟軟軟 我還沒連進來 我還沒連進來 我連進來 你前面來 你旁邊 你旁邊還好 他們要禁我 他們要禁我 過來回旁 我往前囉 好驚險 剛好鑽線 進來的時候剛好是可以輸出的時間 好驚險喔 嚇死我了 大型被換掉之後 換到不少的血量 但是一台車都沒倒 因為是Mouse的關係 私生這個位置卡得相當好 但他們在南面沒有白車 我覺得這個是Current Tiger的一個小小的問題 他槍線太靠近 然後而且是一條線 這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UPA的TD-013在EF中線 是能夠做出一些設計 但是他自己角度其實很小 接下來紅茶113已經去靠北面 我家裡面的Poly溫州132被亮了出來 小摩溫州132應該是可以來得及回去做回防 這邊要幫忙一下 把中間的013吸引力給帶走之後 正面應該是會推波喔 因為是有一點分兵的 正面應該是有一個 算是可以吃對方Mouse 殘血Mouse的一個機會 013進去直接 溫州132帶走 不斷的在做斷腿 然後讓113繞背 非常不錯 不過這邊 Hell Kulai已經過來想要幫忙 但是你這邊拉了一台巴恰 可能這邊會贏 但是正面帽子就要被吃光光了 還是要先把UPA 沒有把現在UPA帶走 那小摩的132已經被圍毆了 不過這邊Hell Kulai繳完蛋了 大家都知道 剩下一台013跟一台溫州132 先把這台巴恰給解決掉之後 其實後面應該會很好打 難 難沒彈 阿Ki剩下兩發 把難的血量消得很低 這兩發很不應該發生 溫州132 Holy上來把難給吃掉 這邊變成是一個3打4的局面了 現在變成了 Karren Taggart也在我優勢 阿Ki沒彈應該知道吧 可以直接被打一發 招死了50B 一發 兩邊的血量都很低喔 走掉了 走掉了 看215B能不能去把他給逼出來 溫州132現在是滿血 上來到50B 50B應該還有兩顆 對 House看能不能把 Poly選很多應該帶不走 帶走了 欸帶走了 是不是燒起來了 阿Ki這邊還有補上一顆 嗯 現在只剩下肉包跟師生 一台FB AE5B跟兩台FB 對後製砲台來說 AE5B他的側身有點大 對不是很有優勢 對他們來說其實013可以上來 然後巴恰先不要去持跑 先跟對方打一個 先做薑齒 先做薑齒 騙了一顆 有沒有擊穿 有擊穿 407這邊剩19D 第二顆是有吸掉但很可惜喔 這時間 呃 裏漏短狀點還是稍微慢的一些些 中間的巴恰我覺得這場很關鍵是浪掉那兩發彈很關鍵 就是他其實他走的位置如果是沒彈的不應該是走在比較靠西面的一個西側的一個位置 應該是要在比較安全的地方去做redale會比較好 剩下一台FETAE5B這場比較難打了 因為大概會走的位置都被卡住 那一個人站點兩分鐘的時間 但是013跟8000應該都知道說你會從0號線這邊走啊 現在是讓一台站點然後去引誘肉包回來做reset 來控制他回去的路線 因為卡拉塔克剩下的三台也是一炮貨啊 血量也不足 所以沒有貿然的衝上去做全肩 215B可以扛兩顆喔 但那時候其實不知道215B的一個位置 肉包把013亮出來自己也被亮了 後面巴恰可以做攻擊了 側面被打了 一發361滴 這邊利用獅子 差一點點多啊 可惜 相當可惜 時間來不及了 這邊利用獅子採用一下自己側面 對 不過也被卡住了啦 013直接上來收掉 好的 第一場比賽先恭喜卡拉塔克拿下了第一場的勝利 中間有看到幾次蠻關鍵的狀況喔 對 TDVD我接過去的時候馬上斷線 對 這真的有點尷尬 其實算是斷線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過還 運氣還不錯的 剛好聯回來的時候 正眼看到兩台帽子 應該說沒那麼慘啦 對 還是會有差異啦 因為其實在 113上去被吃的時候 沒有即時的做一個支援 然後琴之上面也沒有的一個交流跟溝通 斷線其實是有一些影響 不過我覺得中間還是算平盤的時候被抓掉 當然RNG把013留下來這個是有點運氣成分 另外一方面是None的一個走位有點小失誤 就是他可能想要去幫 然後打完兩顆之後自己的位置有點太過於取錢 你要必須要在比較專注的方式下面才有辦法擊穿013 這也是013的另外一個小小的用途 就是讓對方很難去做擊穿 是 花費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對 所以這一場算是蠻多細節都沒有辦法處理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上一場的精彩highlight 不過我們中間看到前面紅茶跟小毛的配合相當的好 好像沒有斷到腿吧 就斷到一次 修掉之後就沒有再斷到腿 這邊看到Poly補上去把阿農給收掉 阿農確實是走得比較靠外的一些 來看一下傷害場的傷害輸出 石森FB 25B 158打了4000的傷害 再來是Helkura跟Aki的Bachia都打了3100跟3200的傷害 Helkura跟Helkura的50B和215B原來活得比較久 所以也有打了2700左右的傷害 基本上就是 215B都在處理Mouse跟50B也在處理Mouse 那外圍的Bachia就真的是比較難打一些 因為它會是集合的目標 好 我們來看到第二頁 第二頁的話 紅茶的113其實算蠻早就開始動 就聽到說他們要往城鎮靠 那大星星的 算是打了1200啦 但是他還是會被圍剿嘛 那這邊可以看到 莫打妹跟None的Bachia 在集合上面來說 的確會是遭受到第一輪的攻擊 但莫打妹先倒的一個情況之下 None在後續 就我們不斷提到 可能是有一點想要去幫 或者是想要去 急於想要收0113那一關 因為其實末盤遇到013 會是很難處理的一台車 對 嚇張的收掉 就平白先按兩顆 然後就被Poly給補上帶走了 嗯 兩邊的差異還是在兩台Mouse 如果是其他車像113的話 可能這一局不會打得這麼辛苦 就紅茶店不會打得那麼辛苦 應該可以把比賽演員下來 那因為兩台Mouse的血量真的太多了 215B算說能夠針對Mouse去做設計 去用DPN輸出跟Mouse去做抗衡 但是要處理掉的時間點實在是來太久了 嗯 要花相當多時間去消耗Mouse 就這樣 這台車 那 沒關係這第一場 等一下看兩邊互換之後的表現 對 Ruinberg嘛 就是工方可以出一些 現在比較流行的Mouse的策略 有用兩台有用三台啦 就是大家的想法 有一點都是 因為之前都用113在做南面的站點 那這樣地圖又有一點跟 Steps跟那個 摩托芬卡有點像 就是你有一個點是你可以控制得住 就是北面這邊你可以利用眼位 然後可以比較早知道 早一點知道說 對面想要打這個點的意圖 可以做預計 但是Ruinberg不一樣的地方 是2點跟1點其實離得蠻遠的 跟摩托芬卡跟Steps不太一樣 有時候很難互相得補救 沒辦法 什麼時間點要去做資源 其實要跟對內做很多的溝通 還有一些經驗上的累積 才有辦法做到比較好的一個狀況 是 那昨天的Current Tiger 也是達到Tiebreaker 那一開場其實Current Tiger 的表現並沒有非常順利 不過看來這兩天是有回味一些 這場就是他把該做的事情有做到 那我覺得溝州132兩邊的一個配置 其實我本來以為Poly其實在剛開場 不是剛開場 就是013被打的時候 他們Poly的選擇是回去做防守 是 然後去幫忙中間013 不然的話應該還是會被收掉 那 而且他還收了一台把槍 所以其實蠻關鍵的 那Poly如果是其他隊伍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隊伍 可能會把他留在北面去做壓點 因為他本來是要去壓點 但是後來發現 113已經往城鎮裡面去做移防 然後去處理013了 所以他才 後來才被調過來 所以這一個 Poly的這個自己的 應該是自己對自己的調度吧 就是CT這邊這個調度算蠻 也是蠻關鍵的一個 一個點 我想每次中間會等待時間久一點 可能就是10勝連線狀況吧 有可能重開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其實 在場上任何一個人調線 即使他剛最後連回來還是有所影響 是的 而且算是運氣比較好 在還沒有被攻擊 或是還不到無可推 如果113掉了他才回來 那基本上這局沒救了 就沒救了 是的 交換比回來更差一點 嗯 但是他剛剛走的位置 他是背對 背對著嗎 他如果是 正對著 底線 K-0的位置的話 其實會來更好一些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攻守護換之後 Karen Paga這邊 先擔任防守方 出了一台113 兩台50B 一台馬車25T 一台FBA15B 一台T10 跟一台25TAP 而Horseman這邊擔任攻擊方 出了三台50B 兩台25T 跟兩台25TAP 全彈夾車的模式喔 剛剛相當的猛烈 對這張地圖早期會比較常看到全彈夾車的形式 這應該是打北面 一號點 中間有兩台AP衝出去了 假裝壓二點 他在等他壓點 然後看到東西再往北面衝 小毛跟紅茶 被亮著的喔 被亮著的喔 往南面走 有所異事 我掉一顆 蠻好的 閃掉了 小毛被打一顆 北面已經衝鋒了 OB OB 北面 北面 北面這邊施生 閃過了好幾顆 先進去 直接往前衝到了 這個 閃過了很多顆 是Horse直接掉啦 這好像蠻虧的 這一波交換 對 我也讓施生往前 Horse被擊 對 被擊火 這邊面對莫達妹 對 F125B 把難的文幣也解決掉 這局 掉的有點多 這波衝刺是值得的嗎 應該是說 你看他小城鎮區的車 他的那個反應 可以發現CT已經知道你要怎麼打 因為 這配車其實蠻 蠻 蠻偏向北面的 所以兩台AP出去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人在理他 你看他車側 50B都已經轉過來 就知道CT已經知道 你要怎麼打 OB打了一顆沒中 不要打這種 剩兩顆 兩顆的一個傷害是不夠的 這邊OB就只能被圍剿啦 選擇的對手 應該不應該是最遠方那種 威脅性比較小的 應該說其實也是打到沒有辦法 他只能停在那邊 還好再過的話 他沒有跟著自己的大部隊走 嗯 自己大部隊已經都通過的一個情況 50B就沒有辦法留在後面做站點 給對方壓力 那當然 另外一方面 反過來說啦 就是其實CT是早有防備 所以才有辦法打到 這麼好的一個交換 所以終是打一個6比0 對 非常恭喜CT又拿下了第二勝 在無領本的這場是兩戰全勝 是的 我記得上一次 我看一下 嗯 好像CT也是先拿兩場的 是的 印象中 然後最後是5比3吧 但我覺得 這兩場 Rewinber都 嗯 CT算打得蠻好 就是他的套路其實有打出來 第一場 雖然說有斷線上面的影響 但Poly那個調度算不錯 是的 那這一場的話我覺得就是 配車上有一點太明顯 你帶了比較多台的這個彈夾車 然後你要從北面去衝的話 那大家現在就我剛剛講的嘛 Rewinber它可以有一個利用眼位 那甚至是你這個配車都已經 比較明顯的一個狀況 是 那兩台AP在南面這邊做衝鋒 其實你真沒有什麼調度到 沒有什麼拉到對方的陣型 就是已經有看過 CT也知道你可能會這麼打 是的 所以他有受預防 他是選了一個非常容易被預期的配車 跟可以預期的戰術 只能說CT有做功課 嗯 一方面也是Horseband 這一次沒有選一個大家比較意想不到的方法 可能是覺得CT也會打Mouse的配車吧 但我覺得反過來說 如果事前就已經決定要用Mouse的話 這一局的配車其實有點抗得到對方 你對面沒有用FAE5B嘛 是 所以你可能可以拖遠的時間回來更久一點 對 這時候這都是 當然啦 盲選有盲選的問題在 盲選就是 要沒有辦法讓兩隊在選圖 選車的時候就可以 互相做一些戰術上面的一個調整 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的傷害輸出 第一名是紅茶的5B 那也是最後才掉的車喔 所以能夠做出比較多的輸出 大概3000的傷害 再來就是Current Tiger的選手了 那大面的E3打了2600 Yuppa的50B打了2400 Poly的拔槍也打了2400 都表現得相當好 所以這邊真的是 嗯 把Horseband的攻擊完全壓制住 看他第二頁的話 Hawks掉得很快 所以是鈴傷直接被帶走 再來是阿農的50B 也是鈴傷被帶走 CT它就是把50B的彈藥都留在北面衝鋒的車上 是的 然後50B本身就不適合衝鋒 阿農 應該說Hawks的集火對CT來說 他們是有一個目標在 就是你先打哪一台 你可以看 他剛剛都是給我們師生的那個車頂webcam 車頂webcam 車頂的畫面 所以你會覺得說他好像躲了很多顆 但其實他根本不是打他 就像那個好萊塢片裡面 只要是帶頭那一個 不要跟他說什麼 你看看這是我妻子 給同胞看這是我妻子小孩一定會死 不要戀齊 對 這場結束後 我就要回家結婚了 走在前面不管怎麼樣他都不會死 因為不是他很厲害 他是主角 李君都在瞄後面的人 就覺得哇 試試想過好幾台人 然後就看到Hawks死掉了 我已經死了 他就是那個 你看看這是我的 VR裡面的女友 然後就死了 就戴眼睛 對 從來都不孤單這樣 之類的 他不是很神秘的 沒看到他本人 他以前是要講話 好像有些隊員也沒看過吧 真的是他已經加入一季了 很有趣吧 好像有些隊員也沒看過 我不太確定阿農自己有沒有看過 但我自己是有看過一次 還記得 應該說他要加入之前 我有跟他聊過一次 他有講話嗎 有講話 我們聊蠻多的 就是要跟他講一些 戰隊的營運 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什麼之類的 是 那只是說後來的對聚 他都沒有出現嗎 對 對 Hawks死兵固定其實有對聚的 然後除了上季比較忙之外 大家也有集訓 對聚間集訓 對聚間集訓 目前2比0 Hawks死兵要好好加油 因為其實在Ghost Town的整體的狀況會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這套進攻的戰術要再想想啦 因為你帶著50B然後AP這樣子這麼明顯的一個策略 是 AP衝出去的這個想法我覺得可以再做一些調整 譬如說50B你是不是從南面這邊有點類似帽子的一個位置 去跟對方拖延 然後你Bachia跟Bachia AP往北面走 可能是另外一個想法吧 就是你可以藉由EF中線這邊的聯動去把 A5 A6的這個其他留下來不妨 剛剛是T10跟一台Bachia AP 這兩台車你可以把它更快一點 那對方如果要處理你的話 他勢必會造成分別 那你兩台50B剩下來的彈藥 或者是有人去做一些資源的話 對於對方的防守來說會來的更難打一些 沒有錯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張地圖 Ghost Town的表現 Current Tiger擔任的防守方 出了一台的113 一台FB215B 一台的槓7 兩台的50B 一台的Bachia 25T 和一台的UDIS03 Horseman這邊擔任攻擊方 出了兩台的Gravagan 兩台的50B 一台113 一台FB215B 和一台的RU251 這我看起來想要打2點 然後跟對方主要可以打一些消耗戰術 251可以開場先去整整看北面 直接進去推5C嗎 這邊R251先進去做站點了 這邊R251先進去做站點了 開場直接站 然後在Y4部口是有兩台50B的 對 貓達妹的槓7也已經在瞄準2號點位了 做些盲射 沒有射中 他可能想要用H1吧 這邊鏡頭看到的是山龍 他在拆房子 也是在拆房子 沒事做 那這邊看到了 摩達妹依然在拆這些障礙物 小某躲得非常好 這位置就算炮車應該也找不到 小某相當擅長 這麼很沉著地帶到一個位置 這個炮塔直接完全不會動 炮管也不會動 摩達妹還在嘗試做旅賽 後面師生被亮的狀態已經出來 幫忙 外圍50B都亮了 南面 大星星先被吃一發 吃兩發 只剩下一半的血量 第三發 南面這邊看很多東西 所以50B也是突出去打了 直接從背後來支援 B的摩達妹要回頭 這邊 摩達妹的位置 這個位置也是下一個被擊火的目標 這邊大星星也被換掉了 一個結果是一個一換一 不過摩達妹這邊被彈牙車黏上 想要剩下249還沒掉 阿咪也被吃了一發 阿咦 這邊QD是零三補上這一發 對 蠻可惜的沒有把摩達妹收掉 這邊是一個二換一 不過是一台RU51掉了還好 而且摩達妹只剩下完全的 剩下殘血喔249D 這招包在後面 可怕根應該是交給可怕根 上去把摩達妹收掉 我這後死彈匣裡面還有三發彈 沒有打出去很可惜啊 對 不過阿咪也把摩達妹收掉了 這邊紅茶剩下一炮 Poly坦了一顆 閃過Yudith的一發 看有沒有再打一發 沒有 現在的車上比來到了3比5 可怕根 紅茶對 Yupar的物靈幣都追擊 自己卡住 他後面有人在幫忙 這個操作有點可惜 浪的位置 OK還是算可以帶走 Yudy是很忙 找不到目標 這邊可以打到失聲 差一點點 但是隊友先補上了 對 拿一個殘血22D 唉唷彈掉了 剛好沒彈 哇還有15秒來不及了 這邊要被兩邊夾擠 好無視野可言 對 還有10秒 這10秒應該是足夠他們繞背了 現在阿咪已經過來了 好 看到阿農 哇這角度印象不好 沒有彈掉 只剩下肉包 好阿哥 好沒辦法 Yudith在你前面 你必須打 算是很浪費彈藥 那也算是下來支援的即時 嗯 接下來看一台Bachia 沒救 對 這邊是極限 好的 恭喜Karen Tiger 現在是連下三成 然後在電章地圖 Goth Town 先打下一勝 現在3比0 你先 可以看一下Y 待會可以注意一下 Y字路口紅茶那個位置 兩台的50B是不是做出足夠的傷害 因為至少要兩輪 那我看的東西是 當南面113被包的時候 就是北面這邊的50B也是有同時間打出去 是 看起來應該是要做出足夠的攪換 但是在113倒下的同時 倒下之前就有換到一台車 但是後續的追擊並沒有做到太多的事情 那我覺得跟一台F125B在正中間 可能有做出不少的傷害 但是因為它沒有 少了一台Bachia在外圍 所以外圍的Bachia在整個局面外圍有做一些控制 包含Y字路口紅茶也在東北角做了很多的地圖上面 遠處的一個攻擊之外 也是後面剩下215B在正中間 在行之越來越少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就變成說你不知道自己跟隊友之間 還有跟敵人之間的關係在哪邊 所以你不知道你要往哪個地方去做保護 對你不知道對方的相對位置 情資太少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也是更為什麽外圍這邊拿下來的人 會比較掌握住後面末盤的一個處理 是的 變成說你被中間的城鎮做分兵 所以Hospat的選手其實沒有辦法好好的跟隊友配合 那至少就是由Crime Pagan拿下的勝利 可能在那個選擇上面來說 不過少一台八下其實影響還蠻大 再看一下replay 那這時候還是一個6打6喔 這是平衡狀態喔 但Holt的50B兩發沒打出來 那其實差很多 然後肉包也是追擊的蠻久 這邊打到一個上甲差一點可以彈掉 看一下傷害輸出 Helkaru的50B打了3600的傷害 Shanlong的Yudis03 在西北角這邊做一些側襲協助 也打了3000的傷害 Yudis打了3000喔 對 打非常多 也開了15炮 等於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機會可以讓他開炮 那沒有把戰線壓得更深 讓他打不了 那Aki這邊113打了3000的傷害 再來是紅茶的50B 跟肉包的Karlagan 還有獅神的MVLUB 再打了2200 3個2700的傷害 你看他第二頁 訂閱的話 大猩猩的113 直打了891 不過Modame的槓七 算是比較早進2號點座 對小魔做reset 所以收到比較多的傷害 那就達了747 不過Nadeco是掉比較早 所以這邊是零傷 只開了兩炮 蠻有趣的 Nadeco應該就是在北面紅茶 紅茶跟Hox的那個位置 Hox是在後續的追擊 是沒有做到太多的傷害 其實我剛剛想一個問題 就是昨天其實針對UTC03 既然他能夠打到3000傷 而且又能夠防止你去做防守 昨天那種針對型UTC03的一個戰術 沒有再拿出來使用 我覺得在攻方這邊 勾上這張地圖 雖然覺得昨天被看過了吧 今天沒有想要再拿出來 再做一次重新的一個嘗試 但我覺得UTC03這個位置 真的是蠻棘手的 他沒有任何人去理他 你在沒有比較針對型的走位 跟戰術的情況之下 真的沒有人看得到他 因為他都等於是在你4G外做攻擊 對他就可以不斷不斷的做撤擊 然後去補足那個隊友需要的傷害 而且重點是不會被拔掉 對要拔的話其實基本上都是要 你要有人去特別去抓他 那你特別去抓他其實就 對 昨天的戰術真的是 比較針對 對 一開始就衝過去 要把你給拔掉 如果你要繼續再的話 就把你直接打掉 那今天的話就是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戰術 是的 所以比較可惜啊 這一場等一下還會攻守護換 然後也可以看看 或是會不會運用UTC03 那今天Current Tiger的表現都是蠻好的 現在已經是3比0了 這一場我覺得他們 在做陣型上的交換的時候 難免打得夠主動 就是主動包出去把對方要包著扯 就是他其實就打得夠主動啊 我記得昨天一直被我唸不夠主動的人是誰啊 TCZ嗎 還是 好像TCZ跟BGaming都是這樣 好像是BGaming吧 對 就是打得比較保守一點 其實有些時候你在 在打比賽的時候 你可能親自沒有掌握這麼多 對 要勇敢一點 要勇敢 對 要勇敢 要勇敢 就是你 你巴下去你都已經集結了 然後你不知道對方的那個走向 但你至少看到一個目標 你就先衝上去打 嗯 那 你看起來那個地方 不會有什麼伏兵的 的點的話 你直接去衝破 那 後續再比 臨場調度跟反應 還算OK 是 是 好的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比賽 那 我們等一下就來看看比賽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的hostman也算是 狀況沒有很好 選擇的戰術跟配車 多少被counter到 或是在自己個人戰績上 有點點 疏漏 有點小瑕疵啊 但我覺得戰術上 我覺得差比較多 跟昨天打 E.O.Gaming的時候 不太一樣 是 很像兩隊啊 很像兩隻隊伍 對 真的是比較 氣勢沒有那麼好啊 運用的戰術都比較 沒有那麼 合理嗎 或者是比較沒有那麼 比較沒有那麼的邏輯 就是 在選用的時候啊 他用了很多那種 看起來就知道 你要打哪一個點 像剛剛也是 剛剛就是看起來 很像要打二隊 然後就 不知道 就讓對方比較好猜 是不是比較 單純的戰術喔 也容易讓人家針對 對啊 因為CT 他調度還是不錯 這一季調度還是不錯 那 比較常出現 CT比較常出現 這一季的問題 大概就是一些個人 技巧上的小問題而已 那昨天的話 倒是有 比較有出一些 讓人家覺得很意外的戰術 然後也執行得很好 嗯 對 好的 那我們還要等一下 可能要等一下 因為 好像那個師生又掉線 那一樣我們等一下 打完Horisman 對KaranTiger之後 會有抽獎喔 嗯 等一下抽獎的就是 兩百金加一日批帳 是 還有兩組 兩唱 不過我們一次抽獎 都是當天要開播前才知道 對啊 要不然有五組的話 我昨天就拿出來抽 因為昨天好慢喔 是真的 昨天真的播了很久 8小時嘛 後來P5有講吧 8小時 大家可以試著 8小時一直講話試試看 你可以試著 一直坐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講8小時的話 位置還好啦 就是 因為我坐在板凳上 你知道就好累 你坐在板凳上 為什麼要坐在板凳上 因為我 我房間是比較 就是 沒有一個高的桌子 是坐低的 那那個 鬧口令是什麼 扁淡寬 板凳長 扁淡坐在板凳上 是嗎 我看一下 板凳 我們現在無聊到 找一下 繞口令 沒有啊 因為中間就斷線啊 哦 只要是8小時又20分 好的 多20分鐘 扁淡寬 板凳長 扁淡想綁在板凳上 板凳不用 有沒有人可以阻止這些老師啊 扁淡偏要綁在板凳上 好在沒有人的情況下 讓板凳 當然綁在板凳上 最後一句最難 我們來看介紹一下 兩邊的主要選手 一邊是阿農 另一邊是Polly 有你 Polly Polly Polly這張自拍有點可愛 不過他穿也是 我知道你喜歡肥仔啦 不是啦 我說可愛就是有點 有點可愛 圓 對 阿農這個臉怎麼樣 帥啊 阿農最帥了 最帥最帥 好 一千 九百 四十張 金桑 阿農的那個 集穿率非常的 蠻好的 就我覺得 突然覺得哦 你要上這一些 數據 當然OK啦 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他也可以看一下 本帳的數據也不錯 哈哈 其實我覺得本帳的數據 蠻重要的你知道嗎 嗯 因為他自己成長的過程嘛 然後也讓觀眾知道說 這些人到底是 合謀神聖的 雖然說有些時候會被 主播菜品嘴對不對 對 結果一出來效率一直超高 三千二 其實每一個人在演團 都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角色 好到比賽中一開始了 那我還是會嘴你 哈哈 就人家的打不斷發 可能是我們的兩三倍這樣 來看一下Horseman這邊 除了防守方 除了兩台50B 一台113 一台Provergan 一台FV215B 一台靶架25T 和一台U103 Current High這邊 單的攻擊方 除了三台50B 兩台的靶架25T 還有兩台的Wendro 114 嗯 就像小莫的粉絲團說 25倍一樣 哈哈 都不一樣啊 好啦好啦 我們來看 看一下等一下 兩邊會怎麼樣的因應喔 這張地圖又看到了 Wendro114的出現 那Horseman這邊也有出了一台U103 昨天CT也是用這個陣型去打進攻 是的 那Horseman反而是 現在在 勾上這張地圖 用比較多的 應該說有選用2UB 然後又用了Kawagan 所以你這樣外圍就等於是弱邊 所以你外圍可能會打不贏 好的 又是一個停滯 就我說實在 跟大家講一個實話 就是喉嚨有點不太行 我也是 所以 不如現在收拾一下也是不錯的 來跟他聊個天 那這些老師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不斷在吃喉糖 因為你要叫我唸 變態快 變態長 而且大家知道在賽季播報期間 連唱歌都不敢 因為我們都怕沒有聲音 好啦 小事小事 這邊防守方拿下來比較重要 讓三追舞 計畫開始 對 這邊開U103的是小謀 小謀在這一季 這邊要打哪 南面喔 打算比較多遠喔 走的位置看起來要 咦 往北拐了 這地方是要打1號點 然後就搶Y字路可 分週一一之勢 雪地上 師生看到了 三台 三台都看到了 大概知道對方的意圖 分週一一之勢應該是要拐進Y字路可 那Y字路可這邊已經有人在準備了 524D 斎 彎 ask OB 阿Ki這邊已經掉了半血 再高一個 可以剩125D 他能夠收走 我東西掉了 ya Har�� plataforma 不過安農這邊應該是可以打出足夠的交換比1換1的 紅茶拉打往回走 安農是下一個要被擊火的目標 安農停在原地打 算OK啦 可以接受 因為後面的50B跟Chorvagan已經上來了 擊火的目標讓掉了 紅茶掉了 二換二 二換二 接下來大家都沒彈 F1215B這時候可以展現他的神威了 追擊Yuppa 追追Yuppa的時候會到Helkaru喔 莫達妹想要打失聲 這邊稍微擋了一下 回頭追擊莫達妹 換掉 但是巴恰也是一個死位 現在是一個4打4的一個局面 Udys03這時候下來 這邊小蒙的Udys03 F1215B這時候應該滿彈的 血量差距差不多 測量比也是4比4 F1215B F22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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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秒 沒有成功的收掉 非常可惜喔 城鎮只剩下大猩猩一個古早難民 剩下小某一台 雖然最後的車輛比或血量比是很接近的 可是UZ03在位置真的 沒辦法做比較多的協助 一來是RNG啦 然後一來是真的沒擊穿嗎 其實UZ03剛剛可以幫忙 但那個溝通一定是可以 就是肉包說他可以收掉 四顆是可以收掉 但你一台實接車 四顆收不掉一台溫州一至四 沒有問題喔 那其實你如果怕自己收不掉的話 你應該往前頂 你不應該把他往後拉 這是很基礎的一個走位 所以你把他往前頂 讓113可以幫你一發 沒有這麼做 當然在最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他一個人自己把他收掉 這邊看一下小某UZ03的視角 這邊有人在顧外圍啦 被亮 欸他剛好轉頭 這邊八恰出圈是比較好的一個 這邊是調整自己的一個位置 沒有砲塔的車 沒得玩啊 收到蠻高的限制喔 這場應該也是差不多了 不過看看還是能盡量多打一些吧 OK 還沒有開砲都被帶走了 這邊恭喜Karantag 已經是4比0了 對 4比0帶到Maisicboro Venka這個餐局 相當相當難打了 當然還沒到GG的地步吧 但是後面是很艱辛 如果他今天 不管怎麼樣打得怎麼樣 4比0都很難打 但是他又是 Mais這張地圖在第三張 這個我沒記錯看一下好了 Mais選的是Postman自己選的 是的 放在第三張圖 對自己選的 由不得別人 也沒想到 當然也沒想到前面會打成一個4比0 對應該 通常預期上會比較膠著啦 比如說可能2比2或3比1這樣 4比0是真的也是出乎我們的預期 其實中間有幾發也都是打到低傷 然後導致最後面都是一個殘血 100滴血 運氣不是很好 那當然 嗯 兩邊做拉打的時候 其實紅茶剛剛應該已經拉掉 但是跟自己隊友配合 沒有配的很好 還是被 硬是被 上抓掉 是的 在那當下大家都 彈槳又打完的時候 F2E5B的確是可以做出功用 但是因為他畢竟還是一台重彈 他的 機動性 還算OK 但是靈活沒有那麼好 對 這是 選用AE5B的蠻大的問題 這邊來看一下紅茶這個位置 已經拉掉了 他已經拉掉了 嗯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的highlight這邊 到這邊其實兩邊都應該還算是品局的優勢 他沒有蛋出去吃泡幹嘛 因為溫週一一來了 嗯 這邊從中間做追擊 讓Upa逃掉 死生沒辦法追擊 死生沒辦法追擊 死生沒有血了 出去被黑黑卡路給打死 然後Poly這邊把他死心打掉 看一下上一場的兩邊傷害輸出 Upa的50B9發打了3000的傷害 而Poly的Batsai打了3000的傷害 再來 Horseman這邊則是Hawks的Cravagan 打了3000左右的傷害 嗯 肉包雖然說打了2100 但是這個鍋他要背 對 然後Hewami的溫週一之四 7發打了2300 打得滿好的 對 因為你試想 就是你的50B活著 事發打完 再過個30多秒40秒 然後你的Udys03也解放 對 那你變成是打兩個殘血的Batsai Batsai Batsai 就算不能 Batsai沒辦法站點 但你自己也可以保護自己 這段殘局會變成是兩台殘血的Batsai 打一個半血的50B 對 所以最後結果真的是不太好 還有一台Udys03 那 變成說進攻方的兩台Batsai 會留在場上 沒辦法站點 他一定會想辦法一個人站點 一個人在外圍去跟你做進攻嘛 那 對於 去守點這件事情來說還有得打啦 但你沒有辦法擠穿 我覺得有點問題 嗯 但溫週一之四 不是那麼好擠穿的一個車 真的沒錯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 你有很多種方式嘛 你可以看到畫面上 我們看到 嗯 剛剛在做最後對決 我覺得它是可以穩穩的 穩穩術穩穩可以打掉溫週一隻 沒錯 但是 這麼大 更嚴重的是它走位是往後拉 往後拉 讓Udys03也幫不了你 這真的是蠻嚴重的 如果你只是没机穿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 但是你要把他往前顶 让其他后面的人或是旁边的人可以帮你 身为电竞选手的一些 我们打野团的自然习惯 其实在比赛中都并不是完全适用 很多习惯都是 在场上变成是坏习惯 这蛮特别的 这有很多以前常在过 应该说 病府跟韩国病在一起之前 有很多那种大概有四支队伍都是比较菜的 就刚升上来的队伍 那你就会常听到我在这样子 常在念这种就是野团的坏习惯啊这些的 那当然肉包回归之后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打比赛了 所以还是有一种问题在 那当然除了鸡穿上面来说 我觉得这一场在整个拉打跟做整个车种上的配置 也都还算可以接受的一个配置跟状态 那变成说这场输就真的是在个人技巧上有点问题 我觉得今天后面各种不顺啊 不是什么断线 然后就是什么 然后低伤RNG 低伤对 然后个人技巧出一点问题没穿 对 这些就是综合起来结果就是目前是 当然Lewinburg我觉得两张地图 两场进攻防守的那个策略都有点问题 不过没关系 现在来到第三张地图是MICE Crossman这边担任防守方出了四台把架R5T 一台113一台Grear15一台T49 Currentag这边则是担任攻击方出了四台把架R5T 一台T5051一台的50120跟一台Skoda T50 Crossman这边没有在使用Crossman Crossman跟它本身蛋跟蛋中间是相隔蛮久的时间 其实打起来是有一些不适应 但是在MICE上地图其实有些时候还蛮好用的 是的 开始两边开场 H1 807D 偷偷拉进去了 上来看到没有打中 直接在山上 山下做互相攻击喔 阿诺把Kiss收掉 拿Dekor这个摔位 对 把他打十一收掉了 哇 这交换笔不好了 正面 没办法 山上这边 是一个二花二 这时候再打上去 哦 红茶剑跑掉了 没有人理他 刚好大家都没蛋 对 运气蛮好的 这T49跟E13为什么不上三勒 诶 这为什么不上呢 这边还是把红茶打掉了 就现在变成了三花二 肉包跟小某都呆在山脚这边 所以现在才跟阿农一起往山上走 呃 把对方赶下山 这边是 哇 还miss了一颗肉包 OK 打中一颗 没有miss的话 应该是可以把西森肉给打掉 这边又一颗没有中 最后就把肉包给带走 哦 石森把50120给解决掉 一颗 这 OK 这边就是 阿农可能有射中 帮忙挡 帮忙挡 挤下去 挤下去 OK OK 对 阿农没血 要回来做肉蛋 接下来 这残局 T49可以处理哦 这边小萌果然 这边补上 顺利把Poly带走 5051上来 4颗113可能会倒 哇 肉包这边刚好是补上1颗 对 把他给解决掉 现在剩下 Hirakaru的501选择 哇 停下来 不过 比一个人要收圈打T49 这个想法有点奇怪 但是被小 但是被小 阿农也带走了 那恭喜 那个Horosman 还是拿下了一胜 现在比数是4比1 两边交换的有点太快 就是速度很快 还有很多战局 其实没有太快的去反应到 但其实CT是有很快的去做反应 就对方要绕背这件事情 第一时间是有被抓到 而且山上的抢三成功的Bachia 是有第一时间去搅弹 是 其实在山上这一边的交换比做得很好 就是CT这边应该是要赢的 对 但山底下5051我觉得想太多了 想要制衡对方 然后当然也是把三台的车辆 都已经卡在半山腰上山的位置 那对CT来说我觉得 后面没有能够赢下来是 后续进场末盘处理 Bachia走得太闪 三三两两进场 变成是有点下水脚收掉 不然 还有另外一方面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石身 其实石身打了两发还蛮关键 应该说打了一轮很关键的伤害 在中间的时候 好等一下来看看石身的攻击 那其实在一开始开场的时候 我看Hawks也打得蛮好的 就是卡在中间有收掉对方的车 后子其实他知道 他有做了一个小小的小细节 就我都看到 一开始我其实不太知道说 为什么他要被打之后 他往就是 他在三臂是这边 然后他往三臂靠 对 因为往三臂靠 那个Bachia的扶脚 阳脚会不够 因为打不到山上的车 但是往三臂靠之后 用屁股翘起来 像这边 他利用坡度 对 抬高他的炮塔 对 那他为什么往后退呢 是因为他正面 Nadeco跟Nadeco这个位置 有两台Bachia已经冲进来要打他 是 所以他往内靠他才有办法 减少被打到的面积 但后来山上的车 冲下来要直接抓他 让红柴也跑掉 对 这是一个连带的关系 这边不是他的问题 不过他前面的那个 机事反应是相当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场 伤害输出 肉包火到最后 那在最后有做到 蛮多输出 所以 10发打了3400的伤害 但是他miss Bachia那一发 我们没办法接受 嗯 其实那一发 其实还蛮关键的 就你上山去抓一台Bachia Bachia应该是要在 你要往前 应该说 坡度已经 上坡的这个地方 已经掉了的时候 他就要往下滑 但他没有往下滑 那你要过去 你最好要做到的事情是 打穿他 并且断他的腿 这是最好的 他是直接打在地板上 这个有点夸张啊 是的 就你在这么近的距离 你又不怕他打 你应该就是出去吃炮 然后Greepinping补一颗 你两颗很快就结束了嘛 这真的也是蛮个人战绩的问题 连续两场啊 肉包 加油啊 那我们前面有看到 师生也打了1600的伤害 蛮不错的 T49 在末盘这边有很 大胆的去做一些处理 也不错 三发打633 虽然说只打了633 但是收八恰那一发很重要 对开场100多嘛 然后后面那一发应该是500 是 在那个乱军当中T49 其实也不太好做事 是的 虽然全开账号说全速度 已经比我们一般所认识的T49 快相当多了 快很多了 看起来 玩起来会很舒爽啦 但其实基本上还是152嘛 152要去哪里 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是的 对 好啦 这边 恭喜啊 反悔一圣 对 反悔一圣了 其实颇勉强 我自己看起来是很惊险 差一点 还是有一点 很多那种小细节 包含个人战技 那在整个调度上面 其实 我觉得在这 Ghost Town的地图 调度 没什么问题 就只有工方 我觉得昨天的那个战术很好 我没有拿出来做使用 比较可惜 是 那在刚刚 Go Town的上一场 然后以及 Lewinburg的话 就是战术上的问题比较多 是的 对 这一局是把 两个前面没有做到的东西都有 稍微再补证回来 那 当然个人技巧 还要再做一些加强 师生也算是 你看他 虽然说打了9发 1900吧 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在中盘 就是有做出很多 在比较远边 然后做支援性 让对方要抓你 那么容易 抓你也不适的那种 很讨人厌的一个位置 做了很多伤害 是 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 个人技巧方面的 缺点补足 那看今天应该会打得更顺利一些 那现在 又是落后了3分 看看能不能够一个让势追5 达到Tabraker的2分 就尽量打啦 我觉得在这种逆风局 能够做的事情不多 就是尽量 尽量做发挥就好了 对 那因为Current Tiger已经先达到4分了 所以就算打Tabraker 也确定会有 至少还有一分 然后4分 他其实就至少拿到1分了啦 而且今天跟Hoseman 打了这样一个战果的话 对他自己的积分 应该说相对关系来说 算蛮赚的 嗯 就你至少 不要0分 然后跟Hoseman的这个积分差 现在是1分差 对会比较接近 对会更接近一些 1分差2分差 在第二轮的时候就有差 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是打第二轮的赛事 是的 第二轮就可以看出来一点差异了 那我们这次的赛事是打赛循环 嗯 1季要打三轮 其实蛮多的 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礼拜五的时候也有播报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也比较晚的开始打 所以你会搞到今年的赛程会打得比较久 是的 然后世界大赛可能也会往后演一些 因为以往来说都是4月中左右 对就开始打世界大赛了 在波兰举行 那今年的话是在俄罗斯举行 莫斯科 是的 非常让人期待 在波兰滑沙举行大概已经维持两年了 嗯 这是第一次要在莫斯科 对 也就是两年的时间了 也是啦 三年的世界大赛 对 我想说可能会换 曾经不要连续两年都在滑沙这样 可能是我在想啊 今年的那个WGFest就是我们的Champion Rumble Champion Rumble举行的地方是WGFest 就有点就是所有的WGaming旗下的所有游戏的一个发表会 对 大型的发表会 然后连着Champion Rumble一起做 效果不错 我看到现场的人也是超级多 对啊 包括闪击战啊 包括一些战舰的比赛都有 让我们来看一下 MICE这空手呼唤之后的配称 Currentag在这边 防守方出了两台的杠4 一台1100 三台把架的5T 和一台的61551 Crossman这边带来的攻击方 出了两台的把架的5T 两台的T5051 一台的113 一台温州11-4 跟一台的25TAP 我觉得可以抢3 我已经抢3 然后把架第一时间点丧死 去爬3 不过这边选择要走河岸 比较像EUGAME打吧 但5051被晾了 Aki过去了 把架的5T被晾了 Aki这边吃了一发的过路费 349滴 K-0 Pulse跟红茶都过了 对 无损的过去 Aki这边 Horseman的其他车 在转往山上 Aki要下来打吗 Mode打妹是已经走到这个位置 这边有三台八恰 我要换家了 这要换边了 这三台八恰一肉头 Horseman就会从正面打出去 100开炮 哇这边血量掉了 血量快喔 红茶跟师生红茶直接掉了 哇这一局交换可能不会太好 因为正面是一台艾斯跟一台100 对 是两台硬车喔 但你的八恰要被吃光了 哇这一发没有穿 哇 尸身5051还掉 看我们先把100收掉 Loreen1551 打了一发大的八恰AP 我打妹把小博收掉 现在只剩下3打6 蛮针对型的打法 那也是因为一开场就有看到两台八恰直接过来 那5051下河道的一个问题 在之前的比赛我也有讲过 就是你要回来到正面的时间 会来拉很久 现在是一个6打3的局面 而且2台4还在 可以往前压 对啊 这交换比一定不会太好 是因为你正面是一台1100跟一台艾斯 很可惜喔 直接大星星的一台113 最后被收掉 恭喜Karan Tiger 是以5比1 满票的分数 来获得了这次对 这次的比赛获胜 我觉得勾唱 总结来说啊 第一张地图如果是战术上面 我觉得有点问题 是的 需要做一些调整 GOTUN的话分两个层面 进攻方我觉得不太 我觉得本来 昨天的对EOGAMING的那一套战术 可以去做使用 不用想太多 UDS03的确在现在这版本太多的强势 在2伏的比赛也有看到很多的 这种战术开始在针对 山上UDS03去做拔出 或者是把整个会战点 拉到比较难面的一个位置 让防守方的UDS03 给无效化 另外一方面的话 第二场 HOSMAN的防守方 就是自己战绩的问题 必须要负合大责任 麦死第一场 算贏了也是有点战绩的问题 第二场进攻方 也就是刚刚那一场 我觉得 你两台5051下核道的这一个战术 很吃重这两台5051的技巧 以及你的运气有没有打得很好 就是有没有断到腿 然后有没有在这一轮里面 两台八颗里面 把一台八恰给解决掉 有的话其实就赚 没有的话就亏 那CT调度真的在这一季 真的没什么问题 从一开季到现在 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它现在目前的一个成绩上 排名在第二名 那在这边调了三分之后 其实也是CT跟Hoseman之间 也是都是一个5比3 然后5比1 两个都是拿下三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场的伤害输出 Yopa的杠是6发达了2400 而阿农的T5051 是表现的最好的Hoseman选手 达了2300的伤害 再来就是Poly Aki跟Nadeko的Baccia 都达到2000左右的伤害 我们这边看到OPALISC的RORIO 1551 两发打了1900的伤害 真的蛮痛的 嗯 他打在那个小谋身上 小谋刚刚就是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会看到选手 开弹夹车 你在二福的比赛里会常看 最顶尖的队伍 他们就是停下来打 停下来做输出 如果没有死的话他走掉 那他们打的是什么 打的不是 不是在比那种战绩 或者是很虚滑那种走射干嘛的 对 其实他们比的是情字 然后调度 这东西是最难的 那他们打的东西是很深层 你想说 小萌刚刚会被炮车打掉 当然有部分的责任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不边走边打 那Baccia AP 其实在打100 背后他是需要一点专注 然后接下来要打S4 也需要一点专注 所以他其实停下来打是没什么问题 那刚好对方是带一台炮车 就这样把他大半条鞋给消掉 这边还是有一些运气的状况 对 对啊 你那个炮车在麦子这么近的距离 你会打中 也不得不说 因为他是全开账号 所以他全比小一点 是没有错 全比一般来说 那些小 对对对对 不过大家都全开账号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 也算是今天运气 比较没有在后市面这边 没有错啦 当然啦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今天又要来抽奖了 所以 记得我们的奖品是 一天披账 奖百金 跟一天披账 对 跟一天披账 现在奖品是这个 请大家在聊天室打上 战友网联赛亚太杯 就是WGL Epic 的意思啦 战友网联赛亚太杯 我们会再等一下介绍完 两队的总伤害 跟休息十分钟之后 抽出幸运的得主 对 顺便讲一下 这个是战车世界 那个Apex伺服器 是的 假装伺服器所使用的 只要你拥有 只要你拥有战车 WGL Epic 的账号 你当然就可以参加抽奖啦 一天披账 也可以在战舰世界 看一下他两边的伤害 对 就除去 除去战车世界 也可以使用到战舰 对啊 因为批账是同用的 赚赚赚 好的 那今天这种伤害 Yopa 总共杀了12台 然后57发便 平均伤害是2900 真的蛮多的 2900是蛮高的数字 那Poly这边有打2500 然后这边呢 主要担任的攻击手是肉包 所以肉包也有 打到很高的分数 不过其实也蛮多关键 是需要靠每个人做更细微的 调整 好的 Horse今天状况也没有很好 就是他的输出也还不够 嗯 以他 以他的 你看他要出出总量表好像 蛮平均的 但是其实输的 呃 厂次 就是 当然有一下安局 就是 嗯 K&大哥赢的都是在 血皮车 这样最后才赢的 然后另外方面是 嗯 嗯 激活上面来说可能做的比较不好 嗯 包含这个 Kragen的使用 是不是要用这么多台 我觉得今天Horseman用的是蛮多的 可能要再做一些 的 我 没有 得 小伙伴